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了 那么随着2015年快步入尾声 欢庆惊喜的活动也即将告一段落 因此新兴相应主办方要举行为期四天的押注活动 为活动画上圆满的一个句号 而至于这个活动的详情 我们要访问现场的三位嘉宾 首先是郑永顺先生 那是建务发展局社区活动科长 你好 同时也是新兴相应的活动主办成员 另外是新加坡城市写声人组织的发起人郑文心小姐 以及多元艺术工作者陈威廉先生 欢迎你们三位 我知道这一次总共有八万多份收集到就是新加坡人印象最深刻的地方 那你们三位呢 各自谈一谈吧 哪里 对我而言 我的就是我家体育场 National Stadium 对对对 就是不管是旧来是新的 都很多会议 因为学生时代在那边参加过很多活动 然后也看过很多场马来西亚杯的足球赛 然后在新的体育场建立了之后呢 也带了我的孩子一起去再看重新开始足球赛 感觉虽然很不一样 不过一样的窩心 我呢 对新加坡河呢 特别有感情 因为新加坡河是一条很 就是我们的母亲河嘛 那么以前呢 就很多那些小山板啊什么的 而且是新加坡的经济来源 现在呢 已经发展到一个高楼大厦啦 然后有很多很美丽的风景线 所以我们画画的人呢 就是从新加坡河能够从旧到新 都能够看到新加坡的发展 那是我最怀念的地方 我呢 就是那个湖泡别墅吧 因为我小的时候很喜欢去那个地方 而且看那些雕塑和后面的一些 听那些后面的故事 这个五十大当中还有德光岛和军官训练学院 这两位男士比较熟是吧 对 我在那时候 基本军营四一年的时候 我去那边当过兵 在德光岛 在德光岛 所以当我看到很多国人也分享了德光岛 是他们的其中一个喜欢的窩心地 很多感触 也会有很多历历在目的 当兵的时候的一些奇迹又在回去了 所以相当窩心地 这应该是很多男生投票的地方 对 未典也是有在相当地吗 没有啊 刚好这两个地方我根本没去过 这是新一次拍的 比较冷门一点点 其实呢 打从去年十一月就已经在筹备 已经在举办了 跟我们讲一讲好不好 这个完美的闭幕我们都很期待 在下个礼拜会有怎么样的安排 对 其实你说的嘛 去年十一月我们推出了 然后我们向很多国人邀请 邀他们为我们分享他们喜欢的一些窩心地 那五十个地方也出炉了 不过呢 我们其实要通过这些分享的故事跟地方人 通过艺术家 把他们 通过他们的巧手呢 把这些故事当成他们创作的权源 他们的题材 他们的灵感 这样把一一有趣啊 生动的一些作品呢 再把它呈现出来 在这个月底的26日到29日就是四天嘛 我们会把这些艺术品呢 呈现在滨海湾的浮动舞台上 当然不只是艺术品 我们还有其他比较精彩的活动 比如说我们个美食街 大家来观赏我们的一些艺术品的时候呢 可以买一些点心啊 灵嘴啊 补补馋 我们也是有一些 有个户外的电影院 就是大家可以在不同 每一天都有一个主题 我们会播放一些本地的一些电影 还是在本地拍摄的电影 比如说881 我们会摄影呢 新兵小传 Army Days 所以当这些不同天的那些主题 大家可以穿 可能第一天呢 要穿红白 第二天呢 可能穿情侣装 第三天呢 可能你就跟你的父母啊 教会一下这些服装啊 所以提前还有制造一点信息啊 要不然穿到那边 所以当你来到我们的新兴相应的大会场 要是你跟我们的主题很相称的话 没有融入感 对 然后也会有些小礼物 太好了 还有小礼物特别好 对 另外郑小姐 我看到这个新加坡城市写生人组织好厉害 有400多个人一起做作品 对 他这个想象就很有规模 现场今天带来一些 就是我们写生人组织作品 对了 这个是我本人画的新潮包盒 那么我们这位小弟弟呢 今年只有7岁 但是呢 它的那个权势是非常的好 你可以看到有新旧的物质 变化 对 都有变化 然后它就是一个一片蓝天 一片蓝海这样 非常有趣 才7岁 才7岁 也就是说是根据就在新加坡看到的 不论地点 对 只要你有感觉都可以画 对 对 就在滨海湾一带 那么我们新加坡河也有 还有我们有在几个不同的地方都有画 是 办这个活动的时候都是必须要专业画家吗 不 来者不拒 好 郑小姐我们回到您的这幅画 大概花了你多长时间呢 三个钟头吧 这么快 三个钟头还跟朋友聊天 因为很多都已经在心里了你知道吗 一直看一直看 而且我们一看就知道在哪里 对啊 对啊 你坐在哪里画这幅画 我们坐在那个 确切的地点 那个UOB大厦的前面 对对对 刚好那个鸟还是被雕塑在里面 那个鸟是特别的大 所以这次进行户外城市写声 为了配合这次的新衣相应活动 带给你最大感触是什么呢 我觉得最大的感触就是 当你画新加坡河还是其他地方的时候呢 你会觉得我们只是用了一代人的时间 就把新加坡河的那些风景线 发展成现在这么惺惺向荣的一个样貌 非常的不简单 是 而这次威廉也带来全新的作品 3D影像 对 A Beautiful Day 我们就有几张照片 我们来看看 它是个怎么样的作品呢 对 先看看图 看看几张图 就这样的 这是什么啊 这个其实是一个短片 这个是玉华园 玉华园 玉华园里面里面有一个塔 我原来以为是一只海螺 所以这个角度很特别 一个塔的里面 对 就是这个塔吗 不是 这个是Safety 就是那个军训的 那就是军官训练学院 好像一个箭头这样 不特别的角度 是 这个是 国家博物馆 国家博物馆 对 我看过这个地方 我有拍过这个 这个就不知道了 这个是在那个 Dowtown East 在东边的 对 东边Dowtown East 在拍摄的过程中 有没有发现 很不一样的新加坡呢 有啊 在 因为其实对我来说 我觉得很多新加坡的地方 我根本就没有 没有这个机会去过 所以从拍摄的那个过程 可能就有这个机会吧 去看看 看一看新加坡是 其他那些地方是怎么样子的 你怎么想到做这样一个东西 或者说这些地点是怎么来选的 这个地点是公众 他们投了以后 总共50个 50个地方 所以从这50个地方 我开始在思想什么 把用比较新鲜 或者比较有趣的一个角度 把它拍出来 再呈现给大家看 我发现 那你到了一个地方 一定现场 我像要试很多对吗 对 角度 对 对 对 因为我们拍的时候有去探索 所以我会花几个小时 去每个地方探索 看一下有什么 比较新鲜的那个角度 或者一个题材 每个人的心情不一样 你看作品 你可以自己填入心情 但我发现这些作品 有些是白贴 有些是晚上 对 不同时间拍的 对 因为我用 好像这个叫美好的一天 所以要从早上到晚上 一个方式 把这50个地方来表达出来 我知道这次呢 大部分都是以艺术的方式来呈现 那观众朋友 告诉您 这一次的压轴活动 你一定不要错过 那是为期四天 是的 将在下个星期四 11月26号开始 在滨海湾浮动舞台展开 活动将一直举办到 11月29号 11月26号到28号 活动将在下午5点开始 29号礼拜天 活动将在早上9点就开始了 公众可以上心心相应的官方网页 也就是hotmat.sg 去了解这方面更多的详情 另外呢 曹光龙瑶也配合SG50 举办了一系列以弹珠 为主题的庆祝活动 因为心心相上的压助活动 将在这个星期六 11月26号早上9点到12点 在玉朗生态园举行 除了揭开跟公众一起完成的弹珠雕塑之外呢 还可以到龙瑶参观 以及参与一些小时候曾经玩过的游戏 想了解这方面的详情可以拨打 6268-6121 或者到这个面部的网页 www.facebook.com tkpotteryjungle 去查询就可以了 好 非常谢谢三位嘉宾来到节目当中 谢谢你们的分享 希望可以圆满 实在是鼓励更多的观众朋友 可以去到现场 一起参与这个活动 那也欢迎您到我们的诗城 有约的面部网页去留言 可以浏览我们八频道的新闻 跟时事节目的网站 重温我们节目以及网络独家视频 明天星期五诗城有约 我们再会 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